這真的在拍片 那你最近身體狀況比較好嗎 嗯...就是... 嗯...就會發現 就年紀大了嘛 越拍就越老 就是前面一開始的時候就是 因為精神很少 然後慢慢慢慢就會 對 越拍越累這樣 你知道越來越覺得精神上有點... 無法... 對 因為你工作 就是要很專注啊 對 對 因為剛剛他們好像有說到說 你那個希望... 你的新年性希望是身體健康 是嗎 對 就是身體... 那你的身體健康這部分 是希望哪一塊是會更加強這樣 嗯...就是氣血的循環 哈哈哈哈 氣血循環 對對對 就是... 所以就是要接下來 工作結束之後要運動 然後今年新年的另外一個希望 也是希望能夠... 能夠學會開車 開車 一定要啦 怎麼說為什麼突然想要開車 嗯...因為不要再給虛擇 造成廣告 哈哈哈 還是你有想要載的人 嗯... 有想要... 自己出去開車環島 租車環島 哦... 哦... 會图單 會想找個爸嗎 哈哈 哈哈 他應該超常用 嗯... 事情也不是... 就有了 哈哈 在入圖中寶寶會找到 你說在台灣環島的時候呢 對啊 嗯... 機率應該是百分之零點零零一吧 不會 我們就... 因為... 就... 還是... 你就是自己一個人在山水之間跟住宿的之間啦 那如果有... 好啊... 那你們就幫我集氣啊 哈哈哈... 等一下你們為什麼就... 專門... 這樣... 可以搭散 什麼東西 現在就是讓大家知道說是OK搭散 我一直都沒有說不行啊 哦... 對 你以為藍車你會願意載他嗎 藍車你快... 他說拜託載我一程這樣 哈哈 哇塞 哇塞 女生的話 我覺得到最後還是會耶 不管男生女生 因為你... 你如果真的這樣過去 我接下來是睡不著的 你會一直想到到底... 嗯... 這個... 到底有沒有人在 然後到底有沒有事情 你... 出了一個好殘酷的題目喔 呵呵呵... 真的... 呵呵... 最少要去哪一個地方玩嗎 我自己還蠻想開車到台東去試試看的 嗯... 嗯... 那個... 這個...這個任務是很久了嗎 還是突然... 就是一直都有覺得說 欸好像... 應該要試試看 但... 今年就特別的覺得... 要 為什麼 你怎麼氣津呢 因為就是... 就除了在劇組拍攝開車的戲的時候 你覺得好像應該... 不要再造成大家困擾以外 那另外一個就是覺得說 如果你都還可以學會開車 你想幹嘛 那... 那... 最大想做的事情當然就是類似公路旅行這樣 嗯... 那在台灣先做的就是玩島 然後我就很嚮往那種開在山路上面 然後打開窗戶風吹 然後你看到一片海的那種感覺 嗯... 那有人報名... 要給你載了吧 沒有人敢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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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他們大概可能會想說 我先去環島 如果能夠回來再給我載吧 哈哈哈... 安全的回來 看有沒有活著回來 哈哈哈... 對... 那你要先儲存時間去上教訓班 對... 嗯... 所以就是... 有在想應該要是... 反正就剛好那個冬天的時候去上是最好的嘛 哦... 因為天氣比較太熱 哦... 對... 你喜歡嚴厲的老師還是溫柔的老師 我喜歡女老師 所以如果有女的教訓老師的話 就請... 介紹給我 真的真的真的 為什麼要女老師 比較溫柔 因為我... 等一下我們現在是有點話題篇啦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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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因為我大學的時候上過一堂課 嗯... 嗯... 我覺得那個男老師可能已經有點心理障礙了 就是他受過一些創傷 所以... 當你只要一... 方向盤有一點移動 他就會... 嘿嘿嘿嘿... 然後... 可是我真的沒有怎麼樣這樣子 然後他A了一整天之後 我就覺得... 換我心裡有創傷 我就心想我到底是多不會開 所以我就上了那堂課之後 我回去就夢到... 一些不太... 就是... 就是你可能... 對... 就做了一個噩夢 那樣... 然後... 我就不... 沒有再去上過課了 所以你花了幾年... 五、六年才... 就是... 撫平你的創傷耶 沒有啊... 大學到現在耶... 哦... 就是... 從那一次... 那一次... 我就心裡想說 嗯... 那就先不要考慮這件事 因為我摩托是騎得很好啊 嗯... 但... 好像... 就是... 所有的人聽到... 嗯... 我還不會開車... 對... 很堅硬 對... 所以我覺得... 我之後也可以證明 我是一個非常會開車的... 標仔 對... 不要... 不是... 就是... 會開車的帥氣女性 帥氣女性 嗯... 好啦... 幫你落回一點主題 哈哈哈... 那... 那你有在做那個... 公益嗎 有 你有分... 有做哪幾家 比如說... 呃... 呃... 哦... 衣服會 衣服是捐到那個... 二手基金會 那個... 那個叫什麼 嗯... 我忘記了 嗯... 所以這個定存你也會自己去撥款 之前... 其實... 因為還沒有... 跟聯合全部接觸的時候 我真的就是... 瞎找 然後... 嗯... 比方說... 有比較... 明確的就是老人... 老人聯盟... 福利基金會那一類的 然後... 嗯... 小孩子是... 之前... 是... 中國信託的那個... 什麼之火的... 特別的觀眾哪個弱勢環境啊 我... 我主要... 弱勢的部分還是... 因為我對教育很在乎 然後... 偏向小孩的... 教育跟那個... 呃... 吃住 因為他必須要有一個健康的身體 他才有辦法再進行學習嘛 嗯... 所以... 呃... 如果我們可以花... 他... 青春期的這段時間 讓他得到好... 良好的教育 好的身體狀況 其實... 我們也幫社會減少了... 一些社會成本 嗯... 因為他可以成為一個好的大人 其實是不是這裡有延伸到... 譬如說... 女性保護自己 就是... 譬如說... 你在小時候教育的時候... 嗯... 有一些很完善的教育 你長大之後就不會有一些... 男女之間... 不平等的狀況 像最近就是社會新聞 哈... 這個也可以待到這 可以啊... 哈哈... 對... 就是... 這個事情你有關注 比如說女生對於保護自己這件事情 其實這裡是要教育的 嗯... 當然啊 就是這個是在教育的... 的... 一個... 學習上 他... 他應該是要被... 被重視的嘛 對 但是... 是... 學校的教育嘛 他還有... 有關注是... 家庭的教育啊 這個東西都是相符相成的 嗯... 應該也是譴責暴力嗎 嗯... 應該也是譴責暴力嗎 嗯... 暴力行為當然是... 是不好的嘛 對 嗯... 嗯... 那你有覺得女生應該要很自保嗎 如果真的不幸遇到這種狀況的話 我覺得... 呃... 你們就是要問那個嗎 哈哈... 唉唷... 唉唷... 我... 我覺得... 因為... 好...就是... 嗯... 因為我... 我並不是當事人 然後我也不認識 所以我只能就我現在所得到非常淺薄的資訊去看 因為... 但是... 我們把事件不要單一的針對這個人 而是放大來看 很多的暴力事件 它不只是男女之間的關係 嗯... 現在同婚過了 有時候它也有可能會是... 呃... 配偶之間的關係 嗯... 所以... 嗯... 暴力行為它... 它... 有各式各樣的嘛 那... 嗯... 我覺得主要是要... 現在是要讓... 嗯... 受害者... 好好的去... 可以有一個安全的保護機制去... 去處理這件事情 嗯... 現在先能做的就只有這樣 所以... 嗯... 不要做的就是給予他們空間 嗯... 就不要... 因為我們再太過去做什麼 或...或說什麼 其實也會對... 他們造成更多的壓力跟傷害 嗯... 嗯... 但還是希望每一個人都是... 都是很好 嗯... 應該沒有... 就是... 去過活動前面的事情 沒有 嗯... 嗯... 如果真的遇到的話 有呼籲就是... 女生可以去看一下這個女生啊 就是... 大家應該要請... 所有遇... 嗯... 嗯... 哎...我覺得... 人類是很複雜的 就是... 他...他可能甚至不知道自己在... 經歷的當下是什麼... 狀況 他沒有意識到那個是一種暴力 或是一種勒索 所以... 我覺得... 只要是你... 其實發現了不舒服 不只要是生理上的 心理上的 其實也許就應該要去尋求 也許有朋友的幫助 或者是甚至是一些其他團體的幫助 所以我相信愛心定存 聯合圈也有在關注關於受報方面的 或這樣子的女性或男性的需要 那你最近工作應該是會到月底嗎 年底 年底會 所以等於你的生日就是在跨年 工作中 我常常生日在跨年我覺得很好 因為你就是在工作當課你就知道 我生日還有錢轉 什麼意思 就是站在舞台上的時候我在演出 我常常那個時候在演 在生日的時候跨年演出 那時候林毅華戲 我就覺得好棒喔 我又不用去負擔說我要不要去約朋友啊 幹嘛的 然後我只要跟他們說我在工作 然後就還有收入 好轉眼喔 蛤 你很轉眼 對啊 因為大家都在狂歡 然後我就想到熟字 來的錢轉 你覺得約反而是負擔吧 會 因為你要負擔每個人 開不開心 你當主揪的人 就是有 有一些人他的性格可以 可是我的性格就會到最後會變得很焦慮 就是 他跟這個人不認識我 要不要怎麼樣 然後幫他們 對 然後現在是不是他有 我壓力很大 好摩羯啊 嗯 上升太陽又要弄摩羯吧 沒有 沒有 這是一個烏魯 沒有 但我有三個觸名 哇 你很圖像 對啊 我很圖像喔 所以我很瘋啦 這什麼事情都要 這是 是 對 做到一種我覺得 對 蘋果 蘋果的很小便 嗨 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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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明年呢 那明年的計畫 明年的計畫 想放鬆一點嗎 想放鬆 然後 我覺得是可以開始 提筆 就是隨便亂寫一些東西了 因為 因為 戲劇是行動 你一直要是動 可是其實他的思考邏輯 跟你 做下來寫東西是不一樣的 所以我希望 明年能夠有一段時間 是真的可以 試試看 那是監製的電影 會 動嗎 也會 也會 但是要跟團隊們 討論看怎麼動 因為這不是我自己 能夠決定的 嗯 想擴大國際視野 掌握趨勢 請訂閱 專門報導 國際新聞的YouTube頻道 TVBS 國際Plus 記得要開啟小鈴鐺喔